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车刚上市 就得到了消费者们的关注 销量都是不错的 作为从事汽车的媒体 对新能源汽车也是很感兴趣的 每当碰到新能源车 小编都会跟司机聊聊 小编在前几天参加活动打车 打到一辆新能源车 一辆白色的吉利D豪EV450 是18款精英版车型 当时就问他这款车用了感受怎么样 从车主跟小编沟通的情况来看 车主对这款车的满意度还是不错的 也说了一些不足的地方 下面就是车主自己介绍的 从这位车主的回答来看 整体对这款车还是比较满意的 可能本身他是一名专车司机 所以希望充电装多一些 方便充电 从这位车主购买的也是D豪EV450精英型 从用车心得来看 车主说到1.70小编也是很赞同的 那就是国家有补贴 而且免购置税 不足之处也是说后排的空间太小 另一位车主购买的是2017款D豪新能源 3箱1.5LPHEV精英型 属于插电混动版 看一下这位车主的用车感受呢 这一款车型基本上车主还是很满意的 不管是从外观 内饰 很配置上面都受到车主的喜爱 不足的是隔音差 储物空间少 下面这位车主购买的是船 其GE32017款的智享版新能源汽车 这款车对车主还是很满意的 但是不满意的地方还是在续航这一方面 说是续航300公里 但是看车主说的 只能跑一半多点 这位车主购买的是2018款荣威EI5互联网旗舰版 小编也一直觉得荣威家族在外观和科技真的很符合年轻人 知道年轻人想要什么 不足之处就是动力肉 续航短 怕不够用 总结 从车主们用车的感受来看 新能源汽车还是很受消费者的喜爱的 主要原因是不用摇号 在有国家有补贴 免购置税 所以价格会有优惠 不足的地方是充电不方便 续航里程短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迅速崛起 我相信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 出来的问题都会解决的 小编还要在这说一句 新能源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池要安全 可能大家都看过一些新闻 电动车自然或者出事故后车辆着了 不光是物质上有损害 人的生命安全也会受伤